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裤衩纪列第三季的第十三集 主席竞选 猎狐行动正在进行中 焦点追踪记者都成了高层内斗的枪手 下棋更是施展美人计 美女主播如云的中南海后宫 央视焦点西门的制作内幕 惊心动魄的高层内斗 大裤衩为您揭秘 正当吕丹丹 夏琪和阿波等待新华社派驻人员时 一个戴着墨镜 拖着行李的男子 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啊 是你 肯定不是真的 一定是焦虑产生的幻觉 你们跟我看的是同一东西吗 哎 怎么说话呢你啊 什么叫同一个东西 不是幻觉 真的又是无恙哎 你这个幼子 我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 五哥 你怎么又 啊 不是 你怎么会来扎到大的呢 我就知道你们会大吃一惊 其实我啊 自己也很意外 不是说今天来的是新华社的人吗 对啊 我就是新华社接着来的啊 代表新华社出差 啊 他们原定的人临时有事 我就临时来帮个忙咯 哎呦 临时 我们这几大党媒都临时工啊 哎 冷静冷静啊 你们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对我来说也挺突然 无恙的思绪回到几天前 怎么又是你 我是无事不登门的 又有任务需要你帮忙啊 上次的任务完成才没几天 现在也有权利放个假吧 任务什么时候来我说了可不算啊 现在高层斗争处于紧张阶段 我压力也很大啊 大哥 还我两天行不行啊 我刚接受节目制片人的工作 你先让我把工作理顺一下 纸片人的事你先别管了 需要你到加拿大去 加拿大 为啥 去报道中加油好交流年 可是这事和你们中纪委有什么关系 报道嘛 不过是幌子 其实是我们的海外猎狐追逃行动 到关键阶段了 加拿大有我们的重要目标 但是负责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 非得把媒体的人加到行动里面去 说是为了给中央编写内参的需要 哦 我说怎么有点蹊跷 党把我们记者撒到海外 一般是当狐狸 不是抓狐狸 所以啊 我们认为是中央有人 想用这种方式来监视我们中纪委的行动 因此派到海外的媒体人员里面 也必须得有我们的人 这样啊 嗨 当党的记者啊 本来就是特殊任务 客场两回特务其实也无所谓 不过您来晚了 台里已经决定派下棋去加拿大了 我爱莫难助啊 这个不怕 新华社不是还有个名额吗 新华社负责外宣的副社长 是我们的人 可以由他出面 把你借掉到新华社 再去加拿大 别借掉啊 你一借我就掉下去了 现在好不容易轮到我做这个制片人 一把我借这把走 回来就没有这个位置了 这个时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 既然上了我们的船不到最后目的地 你以为下得了船吗 千金难买早知道 早知道我就不该卷入进来 也别这么悲情啊 现在是反腐斗争你死我活的阶段 你在这个当口上要立了功 以后岂止做个制片人呢 前途无量啊 是前途无量 您让我一条条走到黑 无量啊 无烟的思绪回到现实中 这么说是新华社借掉你过去 再把你派来加拿大的 确实 那新华社副社长说 特别欣赏 特别喜欢 特别推崇你的报道 当然 今天我才明白一件事 这么多年我都错怪大裤衩了 原来他的口味不是最重的 虽然我们是老相识了 但我现在是代表新华社的 希望咱们搭档愉快 乌鸦伸手和下棋握手 下棋一脸无奈的看着李丹丹 这就是独当一面的代价 借过我的阵地 也借过我的噩梦吧 安选青年博爱党主席 竞选演说即将开始 陈晓阳和竞选助手 前来参加演说 今天是青年博爱党 省主席的参选人 第二次发表竞选演说 这次一定要吸取 第一次演说的教训 要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这么不小心 刚才一下出门我没有看到 You're so kind 我该怎么谢谢你啊 别客气 你也是青年博爱党的成员啊 对啊 我是来参加青年竞选活动的 那你要想感谢我 那就投我一票吧 你是 我是 我是这次的成党主席参选人之一 Pizza Chen 哦 原来你就是 就是我 就是我 我刚才摔了一跤 就会把腿里摔坏了 也不可能把脑子里摔坏吧 我相信 如果我当选主席 一定会让青年博爱党成为安省最有影响力的青年政治团体 谢谢 今天最后一位发表竞选演说的是 Peter Chen 陈晓阳 好 大家好 我叫陈晓阳 我竞选的纲领是发展青年博爱党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最大的青年政治团体是共青团 我们安省青年博爱党应该与其建立关系 因为很多共青团的干部 以后会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官员 与这些官员建立良好关系 有助于他们把投资和订单带到加拿大 这也就提高了我们党在加拿大的影响力 陈晓阳先生 和中国做生意我不反对 可我们党向来把自由理念放在地位 中国政府完全不尊重言论自由 我们之间能建立信任吗 这个 中国一直在进步 中国和加拿大一样有言论自由 当然 加拿大的言论自由更多一点 中国有言论以前的自由 而加拿大还有言论以后的自由 陈晓阳的演讲还没结束 与会者已经离去 陈晓阳郁闷地回到家里 晓阳 今天的军下集会完了 完了 军下演说效果怎么样 集会结束后 主持人跟我说 比上次有很大的提高 我就说嘛 他说 作为一篇presentation 无论是构思还是观点 都已经完全达到了 八年级的作文水平 瞧瞧 都八年级水平了 什么 我熬夜修改了三次的演讲稿 才八年级的水平 爸 我早跟你说了 你把中国政治那套拿加拿大来 它醒不通 你开口闭口 就只有上层关系 他不接加拿大地气 这加拿大政治的玩法 我还得再琢磨琢磨 爸 你有过竞选经验论 当然有 我当年是全国众训委员 还是中国式的民主省事 加拿大投票以后才知道谁当领导人 在中国 投票以前就都知道 对 小杨 你要学川普 你不是说老老爷那川普特土 那我不要学他们说话 不是 你姥姥你姥爷那个四川川普通话 是这个川普 人家的叫川 甭管他山王普 他的军选策略很累头 现在的人都不喜欢温泉水 一定要赶放泡 与众不同 爸 那干脆您去竞选择了 小杨 别受点挫折就放弃 失败是成功之母 失败是成功之母 那他爹就说了 交点追踪住家办公室里 无央 无央 下棋和阿波都在紧张地工作着 阿波 昨天忠家商会的采访 你先听打说 好嘞 阿波 这个月交流活动们日程表 您问下领管 好 这就位 阿波 先听打 好 听打 阿波 请问领管 哎 无大人姐 你别忘了 你现在代表的是新华社 阿波是我从大户杀给带来的人 我现在暂时是代表新华社 以后不就回大户杀了吗 他就不需要我罩着了吗 无恙 这儿是加拿大 别再把你那官二代的谱 下棋 吕丹丹的回国了 你少跟我嚣张 你 我怎么样 想当和事老的阿波 碰了一鼻子灰 我说两位领导 您闭嘴 无大名姐 要不然 还是按咱们大户材的老规矩 比划比划 好啊 比划就比划 谁怕谁啊 识到识到识 不赢 阿波 听打 哎 好 不管谁赢 都是统治阶级的胜利啊 阿波 去看 好嘞 哎 你们好 中纪委的同志今天到了 我您拿过来了 请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两两位是雷池的同志 这一位是中纪委国际合作局的您处长 叫我老林就行了 我是大库傻电视台的下棋 哎 九雅 九雅 又是你 吴主播 咱俩又见面咯 啊 哈哈 又 原来你们认识啊 哦 哦 是吴主播以前的节目啊 我经常看 我很喜欢您的主持风格哦 啊 对对对对 我上次去中纪委采访的时候 就认识老林 我们是老相识了 对对 我们是老相识 我还是你的粉丝呢 原来除了天华社 纪委的爱好也是很独特啊 反思不敢的 有您在这都政 别把我分失了就行 你们都认识啊 太好了 你们信尿 我先走了啊 哎 好 林处长 一会儿晚上来您扣 我再您您回住所啊 好 林处长 您请 好 中纪委林处长 在办公室的幕墙上 显示猎狐行动 最终目标的资料 这就是陈颂阳 他化名 Michael Chen 目前是多伦多的 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这个是他前妻 他们两年前离婚 他前妻住在文革华 陈颂阳 现在和他的儿子 陈晓阳住在一起 这个就是陈晓阳了 他们父子俩住在 多伦多富豪山庄的 一栋豪室里 还别说 这腐败分子长得真帅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是说 这些腐败分子 真坏 给国家 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老林 咱们怎么开始 先立后兵 先和陈颂阳接触 劝说他回国自首 他出国已经埋名 这么多年 肯定躲着你们班人员 怎么接触上呢 那就请你们媒体帮忙了 先和他儿子陈晓阳联系上 怎么联系啊 陈晓阳出生在加拿大 我们了解到 他现在正在积极竞选 安省的青年博爱党主席 我呢 是作为经贸交流人员 身份来加拿大的 当然不方便和他直接联系 你们媒体可以啊 你们可以用采访 华裔青年参政这个理由 先和他接触上 再介绍他和我认识 老林 你放心 这个任务 我一定认真完成 下一位发言的竞选人是 皮特逊 下期在现场激动的不停鼓掌 如果我当选省主席 一定会向我们社会的各种政治正确的潜规则宣战 政治正确的潜规则 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加拿大的利益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和中国谈生意的时候 总要提人权问题呢 无央突然接到小王打来的电话 这严重的冒犯了我们的贸易伙伴 终于接我电话了 你什么意思呀 扔下一句话就跑去加拿大了 你说 你是不是想把我甩着远远的 你想哪去了 这次啊 是新华社把我接到加拿大来的 事情来得太急 我不都跟你解释了吗 那新华社叫你 你不会拒绝吗 这个任务很重要 我拒绝不了吗 你有什么重要的 不就是去报道一个中家友好交流年吗 这个任务啊 不像表面看的那么简单 这个 哎呀我现在不太好 和你多说 总之几个月 几个月我就回去了 我们的贸易伙伴如果生气 把订单给了别人 将来让工人就会失业 他们的人权谁来过问呢 所以那些政治正确又没用的教条 我们要大胆抛弃 哎哎你不用离开 孩子不会打扰到我的 我知道 不过你打扰到我的孩子 演讲厅里 只剩下陈晓杨的助手 和焦点追踪节目组的一行人 那这谁 陈晓杨先生 你好 我是大裤衩电视台 驻加拿大的记者 Tracy夏 有几个问题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是 作为一个在加拿大出生 就在中国度过少年时代的华裔 您这次参选安省青年博爱党省主席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我爸 是为了我爸的愿望 他一直希望我能成为一个使者 让中国和加拿大走得更近 那您对自己当选有信心吗 充满信心 不过今天的敬重好像没啥信心 陈先生 其实我觉得您的演讲特别精彩 真的吗 当然 我从小就爱听别人放胖 您今天的演讲很有川普的气势 你真的这么想 但是你说的人权 贸易 还有政治正确这件事 是怎么绕的来着 我没太明白 是这样 江南大政府跟中国讲人权是政治正确 但是 讲人权 吃人权的饭 砸人权的锅 所以 人权口号是正正确 又是迫害人权的假人权 哇 好强大的逻辑呀 这也是我爸的思想 我知道了 其他人是因为不理解你而离开 但是我理解你呀 只要你坚持不弃 他们终究会理解的 你吓 你真的这么理解我 我 我爸一定会很高兴的 你爸 对 因为我的演讲 是我爸写 写信 写信 他写信 启发我说这番话的 夏琪 含琴默默的望着陈晓阳 陈先生 你看 你 那么有思想 又那么年轻 我觉得 像你这样的华裔精英 一定要做一次专访 您愿意吗 我愿意 愿意 哦 这是我的名片 我 你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都有时间 夏琪在办公室里 看着手机短信 痴痴的笑 跟人聊什么天呢 这么沉醉 什么聊天 我在制定任务 老林布置的任务 你还挺积极的嘛 这种钓鱼的活 你干得了吗 只有我 免为其难了 工作热情可加 就是别热过头 成花痴了 钓鱼不成 反被鱼钓 下棋 下棋不屑一顾 起身走出办公室 在门口继续 对陈小阳发短信 陈小阳接受了 下棋的采访 陈先生 在专访之前 我想再和您谈谈 曾经了解 让采访提问 更有针对性 Chacy 别这么客气 叫我Peter好了 Peter 你上次说 你在江山大从政 是你父亲的愿望 难道你自己 没有什么打算吗 其实 一开始 我还真没想太多 我爸爸早年 想在中国从政 可是 后来出了一些事 他就特别希望 让我来完成 他这个所谓 哇 继承父辈的智子 好感动 在这个时代 还能见到这么 孝顺的境界 真是太难得了 对了 那你觉得 竞选过程的挑战 是什么呢 挑战啊 因为我在正刚 是加强 加拿大与中国的联系 可是 很多加拿大人 对此有所顾虑 对 我在集会上 也看到很多人 不认同你的理念 不过 不过你还是那么坚持 这才是纯爷们 我真的好配 好感动 Tracy 真的很少有人 这样夸我 我是真心的 对了 我有一个朋友 他听说你的事后 也很感动 他很想认识你 提供一些帮助 好啊好啊 Tracy 你对我真的是太好了 其实 我第一次见到你 就觉得 咱俩特别有缘分 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发起内心的想帮你 陈小阳感动得 低头羞涩的表白 下棋趁机暗示 在一旁的领处长过来 Tracy 不瞒你说 虽然在中国和加拿大 我是他们说的富二代 可 可我一直没有什么女生缘 你还是第一个 这样向我表白的 其实 上次在集会看见你 只有你一个人 那么专注地听我演讲 我就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 你刚刚说的那关话 我感觉 我们好像认识了很久 有种莫名的冲动 陈小阳突然伸手 抓住了林处长的手 李师姐 你什么时候坐在这儿呢 Peter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位朋友 他很想认识你 Peter 我是老林 是访问加拿大的 中国经贸代表团的成员 很高兴认识你 幸会幸会 听Tracy说 你想要帮我 怎么帮 你不是想从政打中国牌吗 我们可以让你牵头 把一些经贸项目 引进到加拿大来 这不就增强你的竞争力了吗 真的 这么好 当然了 我们也是想请你帮点小忙 其实我也是帮人传个话 什么话 就是 关于你的父亲 陈颂阳 他在国内有点事 没了 我在上边有些朋友 希望他回去一趟 其实回去 就是问几个问题 把他知道的 说一说就行 这样对大家都好吗 要不然 我朋友那边 要是采取点什么手段 虽然你们在加拿大 恐怕也会不方便 难道 难道你们是 陈小阳 你叫我来 就是为了说这个 你别误会 我没有恶意 我是真的想帮你的 我是听这位朋友说 你有麻烦 猜猜他来的 陈小阳把事情 告诉了爸爸陈颂阳 他真这么说的 姓名的说 只要你回国 回答几个问题就好 意思是 让你投案吧 看来姓林的 是中纪委派来的人 爸 要是没什么危险 咱们就配合他们吧 把你这样 老动作戏藏 也不是个事啊 你忘了杀狗的人 怎么威胁你的 配合了中纪委 老江就该对我下黑手了 爸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事啊 他们两边都这么逼咱 这 你不知道那么多对你好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 王岐山想从我的嘴里套话 不会对我的人身安全 搞什么手段 他们先和你接触 就是先例后兵 接下来最多是要求引渡 不理他 拖着他 林处长 在焦点追踪 住家办公室 焦急地等待着 陈晓阳的消息 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天了 下期 陈晓阳那边有回音吗 我又打了三个电话 全是留言 他们应该是拒绝了 不行 我不能再等了 我马上通知大使馆 把要求引住陈宋阳的照会 发给加拿大政府 那陈晓阳的竞选 竞选 他老爸的事一曝光 他这竞选恐怕搞不下去了吧 他们自己不是人禁 你还管他什么竞选 我出去一下 夏姐啥事 我能带牢吗 上厕所你能带牢吗 下期来到过道 给陈晓阳发短信 陈晓阳和助手正步入竞选厅 这个事被竞选很重要 你赶紧澄清 对不起 我现在有急事 要赶快回去 哎 面语竞选人在散播你的谣言 说你上大学的时候 要考试作弊的记录 你赶紧赶裸 散播我的谣言没关系 现在有人要揭露我的真相 哎 黑道 黑道 听众朋友 今天的影视欣赏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将为您送上 第三季的第十四集 新的联盟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thời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